主人 我让你办的事都办妥了吗 办妥了 可是主人 如今咱们的当务之急 是寻找黄金哪 你以为 混淆大清王室血脉的罪名 会比丢失库葬黄金轻吗 可是我们只剩下三天时间了 您可是立了军令状啊 三天一过 吕不韦 我有话要问你 谁让你进来的 就问一句 问完了我就走 你说吧 我问你 太子到底是不是秦王的血脉 昨日你还信誓旦旦地说信不 怎么今日又来质问 难道你也相信那些流言蜚语吗 我不相信 但我不得不信 今日回白府 庄上兄长正要处置阿满 我还好生奇怪 后来他说 那是因为他不慎听见 兄长和殷医师 说起你与王后的私情 住口 如果流言全是假的 为何兄长如此严苛 非要处死阿满不可 主母 您这是做什么呀 主人为了调查已经兴犯齐了 你怎么听起谣言 这件最可笑的事 卑微 我只不过是一个被人亲贱的商人 你却不择手段要嫁给我 到底是谁卑微 大秦用人不拘一个 可你 却只懂以身份诗人 可笑五安君英雄盖世 竟有如此丑陋的女儿 你不走是吗 好 我走 主人从前受尽他人轻视践踏 罪验别人提起出身贵贱 再生气再难过 也不该提这事啊 司徒君 主人 我真的很丑陋 是吗 就在刚才 我变得不像我自己了 我对音音师口出恶言 对王后心怀嫉妒 甚至怀疑自己的丈夫 我到底是怎么了 我 我为什么会做出这么多 不可理喻的事情 不是的 从我第一天认识你 我就知道你是个好女孩 但是你求而不得 乱了心智 你费极心思地嫁给主人 难道是为了羞辱他吗 如果连你都不信任他 还有谁可以与他并肩作战呢 我期待丈夫喜欢我 善待我 难道这也错了 这世上除了你的至今 谁会无缘无故地爱你 主人一心未诚 根本不是你幻想中的大英雄 大豪杰 他更不会将你捧在手心里 如果你要陪着他 你就应该更早地成为他的助力 只有那样他才会证实你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主人 主母从小到大 都是武安君的掌上明珠 快乐得没有半点阴霾 骤然成为您的妻子 无法适应这种变化 你应该再给他点时间 我现在的处境如临深渊 三日之后 很有可能会掉脑袋 可是现在他 只知道伤心失望 如果这就是他所谓的爱 那我只能说抱歉 他爱错了人 到底是他爱错了 还是无论他多么出色 都比不上你心中那个人 素徒 主人 下不见愿 你 为何对他如此关心 竹目还太年轻 瞧见他 便像是瞧见了当年的阿玉 难免多招负几番 跟我多久了 从主人把我捡回来 十五年了 一转眼的功夫 都这么长时间了 绿子 就此临来 尽管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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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在干什么 来人哪 快来人哪来人哪 难怪你总为他辩驳 原来是郎情妾以你情我怨 李不韦 你怎能这样说 那你告诉我 为何生根半叶他会在你的房中 他 是我善人不备 偷偷潜入 我是爱慕他 可这只是我自己的痴心妄想 一切与初补无关 你 我一直在忍耐 拼命地忍耐 哪怕这份爱慕之情 永远见不得天日 只要能守着你 看着你 我也无怨无悔 可他待你那样冷酷 你哭得如此伤心 我实在人生不了 司徒缺 你以下犯伤 冒犯竹母 众母睽睽之下 还不知悔改 欲缺为绝 气缺为缺 那人呢 取一个缺子 说明你从前什么都没有 是我给了你出人头地的机会 你口口声声说要报答 你就是这样报答的吗 我会住这效忠十亿余年 为了您的托付 我可以连命都不要 可这与他无关 你不该这样对他 无关 你可别忘记 无论发生何事 他都是我名义上的妻子 吕氏的主母 主人 这种背信弃义之徒 该杀之以请向游 对 冒犯主母 罪不容赦 主人 杀了他 主人 不要再犹豫了 纵然他曾立下天大的功劳 光是觊觎主母 便已断了主仆之情 主人 杀了他 主人 杀了他 主人 我为你出生若死 一次又一次 你怎么忍心杀我 你啊 你啊 吕氏 吕氏 你容不下我 你容不下我 那是因为你心虚 你害怕 你这没心没肺的怪物 只需你觊觎主气 不许他人效仿 我有什么错 我这不过是在选你 为什么你可以做的 我不行 住嘴 今日我若不杀你 有何面目训诫吕氏门人 如何面对天下人的非议 吕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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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拖出去 扔出去 扔出去 律服 好